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是在这时向唐朝使者送来相表 罗毅本是襄阳人 父亲曾担任隋朝监门将军 大业年间 罗毅凭借军功升至虎奔狼将 随征疗大军来到卓郡 后来天下大乱 随阳帝在城中储备的征疗物资珍宝 就成了周遭起义军眼中的肥肉 留守卓郡的虎奔狼将赵施柱 赫兰仪等人 都无力抵抗叛军 唯有骁勇果敢的罗毅屡战屡节 久而久之 罗毅在军中威食日重 但很快 这也为他引来了同僚的排挤 向来记仇且生性结下的罗毅 索性挑动不重对风尚不满的情绪 趁帅军回城官员迎接之时 突然发动兵变 占据卓郡 到了公元618年 都见得攻克河间 势力一路向北发展 吞并了魏刀尔的十万部众 占据上谷 高阳 信都等地 接着 窦剑德就将目光锁定在了罗毅身上 然而 窦剑德的十万大军却在渡河时 被罗毅部将薛万军突袭 窦剑德军阵大乱 不得不暂缓攻势 双方相持百余日后 窦剑德引军而还 窦剑德走后 在未宪称帝的宇文化级 也看中了罗毅的实力 派来使者招响 这一次 罗毅就礼貌了许多 滚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 罗毅又先后拒绝了窦剑德 高开道的招降使者 在罗毅看来 窦剑德高开道 不过是群校聚山林的叛贼 而宇文化级是弑军元凶 跟着他们都没有前途 唯有关中起兵的李渊 成命于随实力强大 于是 在唐朝派张道元安抚山东时 罗毅立刻派人送去了响表 而另一边 被罗毅拒绝的宇文化级 为了在乱世续废自己的皇帝们 不得不选择对外征战来凝聚人心 公元619年正月 宇文化级将第一个征讨目标 定在了屯兵魏州的礼秘旧部 元宝藏 然而原本十余万北上的肖国军庞大阵容 如今在宇文化级手下 仅剩不满两万的雷弱之众 整整40天都没能攻克魏州 正当此时 一位极极无名的官员进入了魏州城内 他的名字叫魏征 魏征是巨鹿驱城人 自有丧父家中清贫 但魏征一直心怀大志 并没有留在乡里务农 而是出家当了道士 在道观里 魏征辩揽群书 尤为钟爱纵横之说 到了隋朝大爷末年 天下纷乱民变四季 魏征投入了五阳郡城 元宝藏的会下 负责管理文书 后来元宝藏举称归附李密 被封为上驻国五阳宫 元宝藏令魏征写信向李密陈谢 李密监信后 顺便就将魏征留在了身边 或许是史书里记载的那样 是因为李密欣赏魏征的文采 又或者 这一次调任 仅是李密为了展示 亲近刚归附的元宝藏 与魏征本人和他的文采都无关 总之 魏征来到李密帐下后 一直没有获得重用 他曾为李密献出争夺天下的实测 李密只是称奇 却没了下文 后来 李密被身边人吹捧上头 决定放弃固守策略 要主动出击与王室冲决战 魏征想通过掌使政廷来劝阻李密 却反被政廷嘲笑说 他的策略是老生常谈 气得魏征服疑而去 结果 李密在落口兵败 走投无路之下 只好率步降唐 一路跟随李密来到长安的魏征 在这里依然没有获得重用 郁郁不得志的他 便在山东各地纷纷归降时 主动向唐廷申请去招服山东 唐廷很快授予了魏征秘书成的职位 命他前往黎阳徐世纪处 魏征抵达后 向徐世纪分析了天下局势 从而促使徐世纪向长安派遣使者 最终归附 渐渐着 宇文化级围攻魏州补克 又给了魏征发挥的舞台 魏征悄悄进入城内 向老领导元宝藏小以利害 成功游说元宝藏归降唐朝 于是 在这一年的润二月 唐廷得以名正言顺的 派遣李神通率领大军东进 攻打宇文化级的大本营魏县 以解为魏州 宇文化级前有奸称南克 被遇强敌偷家 狼狈之下 只得率部逃往辽城 李神通紧随其后 将辽城包围 兵级乱投衣的宇文化级 向东部各地的起义军 请求救援 知识狼王博 听闻宇文化级手中 有不少从江都带来的财报 于是接下这单生意 率军进入辽城协防 可即便如此 宇文化级仍无法突破 唐军的包围 不久城中粮草耗尽 宇文化级 只得向李神通倾向 见宇文化级大势已去 前来协防的王博 也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 暗中派人将这里的情况 告知给了窦剑德 窦剑德作为第一批反随先锋 但缺少李渊李密那样的 趁严加持 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傍身 如今 为了给争夺天下 寻找法理依据 窦剑德只得选择戒失还魂 一改此前的反随立场 转而以随臣自居 趁着这次王博送来的机会 窦剑德立刻以讨伐 弑军元凶之名 发兵攻打宇文化级 而接到宇文化级降书的李神通 却并没有接受投降 他认为 城内敌军已经疲惫至极 破城之日不远 正当以战取胜 宣扬国威 顺便也能凸显自己的军功 结果宇文化级之地宇文士级 从吉北郡运来了补给 宇文化级没了粮草之忧 立刻撤销投降请求 继续率兵挽抗 唐军向辽城发动猛攻 贝州刺使赵军德先登破城 可李神通唯恐被别人抢了功劳 立刻铭金授兵 唐军至此错失战绩 再也无法攻克城市 几天后 窦剑德大军抵达 李神通只好引兵退走 宇文化级本想趁两军交替的契机派兵突围 然而 他又一次高估了自己的战力 被窦剑德打得节节败退 归缩城内 此时 王伯从城中起誓 打开城门迎接窦剑德 在两军的夹击之下 宇文化级被窦剑德升起 窦剑德身穿素服 来到被裹挟至此的隋阳帝之妻 萧皇后面前 自称为臣 哀悼隋阳帝 随后 窦剑德受传国玉玺及天子仪仗 处死元凶宇文化级 宇文智级等战 又接纳隋朝旧官培举 崔君肃等 成为自己的官员 通过这些举动 窦剑德便顺理成章地成为 隋王朝的利益继承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正统性 窦剑德还派遣使者前往洛阳 与王世冲和解 至此 窦剑德自封的下王 正式获得隋朝官方认可 同时这也意味着 在争夺天下这个目标面前 窦剑德已经坚定地 站在了唐朝的对立面 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而早先就察觉出 宇文化级将要败亡的宇文世纪 在宇文化级占据危险时 他便提出要前往极北郡 都运粮草 如今躲过杀身之祸的宇文世纪 立刻带部下丰德仪投降李渊 这也是宇文世纪 早就为自己谋划好的 第二条退路 隋朝时 李渊担任殿内少监 宇文世纪则为奉裕 身为同事的两个人在内侍便常有往来 交情甚厚 后来宇文化级屯兵李仰与李密对质 李渊曾写信召宇文世纪来投 但碍于当时的形势 宇文世纪无法抽身 他便派自己的亲信 将一枚金环带给李渊 以示自己有闭环之心 随后宇文化级败走魏县 宇文世纪提出可以归降李渊 却被宇文化级否决 直至现在 李渊终于盼得老友来投万分欣喜 并对裴记说 宇文世纪和他谈论天下变局 至今已有六七年 而晋阳起兵的这些元勋 都要排在宇文世纪之后 由此也可看出 李渊起兵的念头早已有之 晋阳则正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 不过相比宇文世纪的早有铺牌 老有重聚 跟着一起投降的封德仪就备受李渊的冷眼 李渊认为 封德仪是随阳帝身边的谄媚小人 干脆将其就地罢官 封德仪被迫开始正经营业 向李渊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他上奏的治国秘策 顿时令李渊眼前一亮 于是 封德仪被任命为内侍涉人 不久又升为侍郎 而在李渊不断收散瓦岗军旧部 将势力触角伸向山东时 天下各方势力皆不愿坐视唐朝 占尽中原混战的弘历 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异于东出的李渊 不过令唐朝君臣始料未及的是 率先让李渊丢失颜面的 竟是来自西面的唐帝李鬼 在公元618年年初 还没有称帝的李渊 迫于削举在西面的威胁 决定采取原交进攻的策略 派人拉拢在河西自称大梁王的李鬼 二人都是姓李 李渊便亲切地称李鬼为堂帝 而能与关隆集团的显赫家族叛亲 李鬼自然十分高兴 当即命其弟李茂携带方物前往长安朝贡 但由于梁州到关中路途遥远 中间还有西秦政权的阻隔 等李茂来到长安时 李渊已经称帝 当即加封李茂为大将军 并以皇帝的名义 正式册封李鬼为梁王梁州总管 自于宝鼓吹一步 在李渊看来 李茂来朝就代表着李鬼已经向自己称臣归父 然而仅三个月后 公元618年11月 李鬼在河西称帝 对李鬼而言 他与李渊使者在年初的这次会面 是河西大梁王和大随唐王间平等的对话 因此自己率先称帝并无不妥 可当公元619年2月 唐朝的册封使者历经数月奔波 终于抵达梁州时 武威的朝堂上 唐朝使者手持册封诏书 与李鬼字幕相对 场面一度失控的尴尬 这才发觉问题严重性的李鬼 连忙拉小群召集重臣商议 是否要取消帝号向李渊称臣 此时 用力李鬼起兵的本地豪族曹真 坚定地认为绝不能取消帝号 而曹真还有一重重要的身份 苏特人 在汉文史籍中 古人认为苏特人的祖先 是居住在麒连山北面朝五城的月之人 他们被匈奴人所逼 居足迁徙到葱陵一夕 在这里分别建立了 康、安、曹、石、米、和、火巡、物地、石等九个政权 除了火巡、物地外 其余七国的成员在进入中原后 皆以国为姓 因此古人将他们称为朝五九姓 苏特人历来重视经商 从东汉至隋唐 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域远至辽东 而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河西走廊更是苏特人主要的聚集之地 苏特姓氏也逐渐成为当地的郡王 在这份敦煌藏经洞遗书 《先及天下姓旺氏族谱一卷并续种》 提到的雍州京兆郡迷 史 梁州五威郡 石 安 京州安定郡 安兴 都是苏特人的姓氏 故事回到公元617年4月 当薛菊起兵的消息传至梁州 河西本地大族最担心的两个问题 一是素来以残暴出名的薛菊一家 会屠戮河西一带 比如后面薛人搞攻破天水 就把全城的富人倒掉起来 用醋灌入口鼻 逼迫他们交出家产 二则是薛菊的起兵 断绝了河西通往中原的商路 从而触碰了苏特人的利益 基于以上两点 河西的湖汉利益集团达成一致 决定要起兵自保 在参与起兵的六人中 曹真 安休人 都是本地苏特豪族的代表 为首的曹真 认为离鬼符合 李氏当为天子的衬眼 于是号召众人 推举离鬼为主 而安休人在局势当晚 亲率胡人不仲冲入内院 打响了起兵的第一强 不过 随着河西政权击退削举 而进入平稳期 这种湖汉利益集团 通力合作的氛围 也迅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 是各方派系围绕权力 内斗不止 本就是被人用力的离鬼 在政权内部缺乏绝对权威 为了摆脱权力困境的他 首先将启示团体中 排位第三的梁硕 任命为利部尚书 奉为谋主 梁硕则为离鬼献上了 打压河西胡人势力的策略 然而这一举动 迅速引起了诸胡的不满 同为起兵功臣的 速特人安休人 联合离鬼之子李仲衍 一起诬陷梁硕谋反 离鬼迫于压力 最终将毒酒送到了梁硕府上 梁硕之子 让围绕在离鬼身边的 亲朋团体大失所望 逐渐不为所用 而起兵排位第一的曹真 则趁机以上书左婆叶的身份 扩充势力权倾朝野 后来 唐朝的册封使者抵达河西 离鬼考虑要取消帝号 但这也就意味着 曹真将失去河西全臣的地位 因此 他力见离鬼要保持帝号 随朝灭亡 天下英雄兵器 各自成帝分裂疆土对质 唐朝占有关中永州之地 我大梁 则雄聚何兮也不差 况且 仅以为天子 又岂有受他人测封的道理 纵使是要向唐朝归附 也该如西凉消茶故事 以皇帝的身份称臣 离鬼听信了曹真的说辞 随后在给李渊的国书中 自称 从帝大梁皇帝 看到这儿 气得离渊当场破防 当初为了拉拢离鬼才假一刃的唐帝 结果他还真喘上了 李渊当即扣下离鬼的使者 双方关系就此交物 也令郑玉冻出的唐朝背后再生仅患 没过多久 离鬼听信胡人巫师预言 说天上的玉女将降临人间 于是 离鬼发动大量民力修筑高台 等候着玉女的到来 然而 在大兴图目之下 灾荒要比玉女来得准时 离鬼倾尽家财阵级 却也是杯水车薪 他想动用朝廷府库的物资 便又得征寻曹真等人的意见 曹真自然是站在维护本地利益的角度 同意开仓放粮 但是 朝中另一股分裂势力 却趁此发弹 他们便是 以谢统师为首的随朝旧官 和以安休人为首的诸虎势力 谢统师这些人 在离鬼起兵后 被迫成为离鬼的下属 因此在他们心中 更认可离元带随所建立的唐朝 希望能早日归附 而以安休人为首的诸虎势力 他们也希望能交好唐朝 尤其是将经商重于做官的苏特家族 都盼望着和西与中原的商路早日恢复 而不是为了保住曹真一人的地位 去损害商业利益 于是 和西政权的内部再度分裂 谢统师直接在朝堂 反对开仓放粮的政策说 安休人也发动诸虎官员 一起排挤曹真一派的心心 使得离鬼不得不迫于压力 下令停止开仓赈灾 如此一来 离鬼因杀凉硕 含了起兵汉人的心 又因停止赈灾 而自觉于底层百姓 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此崩坏 至五月 身处长安的安休人之兄安兴鬼 见时机已经成熟 便向离元主动请应 愿前往河西招响离鬼 离元还存有顾虑的问 离鬼占据何兮 又联合吐玉魂突厥 派兵征逃上难有胜算 岂会凭你 三言两语就能拿下 离鬼固然强盛 但若小以厉害也会听从 如若不然 臣世代为梁州豪强 人脉深厚 臣弟安休人 因启示之功 深守离鬼信任 家中亲族 未居何兮要之者 也有数十人 只需伺机而动 何兮必客 离元文言大喜 当即派遣安兴贵返回梁州 离鬼对归国的安兴贵 离于慎重 败为左右为大将军 安兴贵趁机 试探离鬼对降唐仪式的态度 没想到被离鬼当场拒绝 见睡想不成 安兴贵便着手备用方案 起兵推翻 安兴贵与其弟安休人 私下勾连各部胡人 旋即发兵 围攻武威 离鬼亲率部 起兵千余人出城交战 结果大败而归 只得固守城池带远 安兴贵等人追之城下 对守城士兵大呼 自己是奉唐朝之命来讨伐离鬼 若有不从者 当一灭三族 城内上到官员好族 下至士兵百姓 早已和离鬼离心离德 听闻安兴贵的喊话 便纷纷放弃抵抗 离鬼悲叹 人心已去 携带妻子 登上刚修建好的玉女台 互相败别 随后 安休人率兵而来 将离鬼及妻子 押往长安处死 至此 何夕大梁政权灭亡 立国一年零十个月 历子大公的安兴贵 被李渊封为 右武侯大将军 梁国公 安休人被封为 左武侯大将军 申国公 安氏兄弟的这场大胆投资 换来兄弟二人 败官封爵的同时 更为苏特一族 换来了在何夕 稳固的地位 他们的家族影响力 一直持续到 唐宋交替之际 由于在一手史料中 关于离鬼和西政权的 记载非常少 因此 以上关于离鬼政权 内部的矛盾斗争 以及安氏兄弟 倒戈归唐的原因 皆是基于史实 和出途 穆志明所做的 历史推测 虽然 李渊借安氏兄弟之手 不费一兵 就扫出了身后隐患 但在唐朝的正面 李渊的东出大计 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危机 早在公元618年年末 唐朝功灭西秦后 李渊就加奉 秦王李世明为太尉 闪东到邢台上书令 出镇长春宫 接渡关东兵马 唐军东出的意图 进一步显现 可就在此时 突厥的史碧克汗 发兵难下 向李渊索要彩后 梁氏独留武周见状 立刻响应突厥 以三方合围之事 未必禁养 但意外的是 史碧克汗突然在军中去世 由于其子年幼 众人拥立史碧之地 阿什纳斯利辐射继位 称为楚罗克汗 楚罗克汗上位后 继续挥师难下 丰州总管张长迅 联盟将此前 因史碧克汗去世 而滞留在丰州的 进贡财货派人送去 楚罗克汗 这才引军而还 不过 受突厥支持的梁氏都 刘武周 却并没有停下脚步 梁氏都发兵 攻打零武 刘武周则直扑 寄予已久的 禁阳 而为刘武周提出 攻夺禁阳战略的 是他麾下新规父的将领 宋金刚 随朝大夜末年 宋金刚聚众万人 在上古为道 与魏德尔结为同盟 公元618年 窦剑德进攻魏德尔时 宋金刚率不救援 却被窦剑德所败 眼见魏德尔部 被窦剑德吞并 宋金刚只好率领 残部四千余人向西 归附于刘武周会下 刘武周早就听说 宋金刚善于用兵 不仅封他为宋王 还将自己一半的资产 都给了宋金刚 宋金刚为了表达诚心 修了自己的妻子 迎娶刘武周之妹 与刘武周结为姻亲 之后 宋金刚便为刘武周送上 攻略禁阳 禁取天下的策略 此番响应突厥兴师 正给了刘武周 实现大业的机会 此时留守禁阳的 是李渊的第四子 十年十六岁的李元吉 在获知刘武周大军逼禁后 李元吉吉令车骑将军张达 率领步兵前去影战 行事仓促间 张达以兵少为由 不愿前往 但李元吉不为所动 强令张达出战 结果张达锁步全军覆没 心里憋屈的张达 索性倒向刘武周 直接化身带路党 引导着刘武周大军 一路反推 攻破鱼刺 至六月 刘武周又攻克平咬 戒州 完成了对晋阳的包围 李渊吉盲派左武卫大将军江宝仪 和行军总管李中文 救援晋阳 然而这两个人 在刘武周大军面前 屡战屡败 很快 唐军在晋阳周边的拉胯表现 便引来了各方势力的围攻 众人都想趁机 死死按住唐军东出的势头 七月 王世冲分兵攻打唐朝古州 西济州 八月 窦剑德攻克明州 向州 梁氏都突厥 亲袭延州 肖显则计划拿下辖州 打通夺取巴蜀的通道 唐朝三面受敌 情势岌岌可危 至此关键时刻 唐朝上书又蒲叶陪记 主动请英 讨伐刘武周 李渊文言大喜 立刻任命陪记为 晋州道行军总管 授予便宜从事之权 接着 李渊又在关中 设立了十二阵府兵 充实兵员 以应对强敌 可正是这紧要关头 唐朝内部 却发生了巨变 刘文靖 被李渊以谋反之罪处死 刘文靖 是大唐开国远勋 从晋阳起兵 联络突厥 到入主关中 刘文靖 都有着极大的贡献 也因此 李渊在登基后 将李世民 陪记 刘文靖 列为第一等功臣 特殊二死 但刘文靖 对这样的封赏 却并不满意 刘文靖 认为 无论是才能 还是锁力军功 他都在 陪记之上 如今凭什么陪记 能排在自己前面 尤其是在 公元618年 唐军第一次 潜水源之战 惨败后 导致兵败的 刘文靖 因开山 被免官除名 直到第二次 潜水源大战 讨灭血人稿 刘文靖 才因功 恢复爵位 但官职 却改为了民部上述 令闪动到形态 左仆叶 比之前纳言的职位 要低 心里对标的是 陪记 结果越比 差距越大 心态破防的 刘文靖 不免将情绪 带入到了日常工作 一开始 他只是经常 与陪记 意见相左 但到了后来 只要是陪记赞同的 他都无理由反对 两人从昔日 同诉旧友 逐渐成了 水火不容的政敌 一次 刘文靖 与其弟刘文奇 饮酒交仇 想起种种 愤懑之事 刘文靖 借着酒禁 举刀砍在柱子上 扬言 要杀了 陪记 没过多久 刘文靖的家中 总有怪异之事发生 他便请来巫师 行鸦胜之术 驱邪 没想到 刘文靖的一个妾室 因为失宠 而怀恨在心 就趁机让他的兄长 诬告刘文靖 这是在行巫蛊之事 意图谋反 消息迅速传至 李渊尔中 李渊当即下令 捉拿刘文靖 并由裴记 萧宇负责审礼 刘文靖在狱中 直言自己心中的不满 进阳起兵时 我为大将军府司马 裴记为长使 我们地位基本相等 但如今 裴记已经官居 蒲叶之职 住在第一等的府邸 而陛下对我的赏赐 却与百官相同 我东征西套家口无拓 确实是有不满之心 又因醉酒而扣出怨言 今招获至此 但非常诡异的是 李渊听完刘文靖的陈述后 并没有一丝安慰的意思 反而更加咬定 刘文靖就是因为不满 而反义以名 萧宇 李刚 连忙为刘文靖求情 获知此事的李世民 也急言刘文靖 在禁阳起兵时的功劳 试图保住刘文靖 但在这时 裴记前来补刀 以刘文靖的才略 确实超越众人 然而 他性格粗疏阴险 因怒而不计后果 狂言悖逆 罪行已限 尽天下未定外有强敌 若要设之 必留大患 这番话 彻底让李渊下定了决心 将刘文靖处死 十年五十二岁 临行时 刘文靖曾悲叹说 高鸟事 梁公藏 故不虚也 以上是史书中记录的内容 不过 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一事件 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 作为一个经常驱发刘情的人 李渊为何会在刘文靖面前 如此冷血 非要置刘文靖于死地 近年来 关于刘文靖之死 也产生出不同角度的猜测 其中流传度最广的是认为 李渊明面上诛杀了刘文靖 但实际敲打的对象 是羽翼见风的 秦王李世民 李世民与刘文靖 早在晋阳起兵前 就往来甚密 后来刘文靖受李密牵连而入狱 李世民还亲自探望 并敲定了起兵反随的大计 后来 起兵计划的具体执行 也多由与李世民关系紧密的 刘文靖 唐俭 长孙顺德 刘鸿基等人负责 当李渊大军西渡黄河后 分李建成李世民为东西两路大军 李建成屯兵永丰仓 二手同关道路 李世民则由魏北西进 在平阳公主和李神通的响应下 席卷观众 最终与李建成在大兴城下会师 此时李渊的兵力已经由 进阳起兵时的三万增长为近二十万 其中十三万则来自于李世民的魏北大军 公元618年5月唐朝建立后 李世民又在逃灭西秦的战役中 进一步扩充实力 而在此过程中 刘文靖一直担任李世民的元帅副长使 后来又出任闪东道刑台左扶叶 依然是李世民的首要谋臣 再加上李渊起兵之初 是由刘文靖负责往来联系突厥 这便使得在公元619年年初这个时间点 唐朝的军事外交重要资源 都集中在李世民的周围 而与之相比 太子李建成就缺少了培育自身力量的时机 首先在晋阳起兵时 等李建成从河东赶到晋阳 起兵的筹备已经由李世民一派安排妥当 入驻关中后 李建成被立为唐王世子 后来又为唐朝太子 按传统观念 储君不可轻易统兵出征 李建成便失去了在征战中 落落军功阶层的机会 其次 李渊十年53岁 又是开创之君 正值执掌朝政的阶段 李建成又因此无法在朝中培植势力 太子与秦王的力量差距已然形成 而在此时 有人举报秦王身边的刘文靖谋反 势必会引起李渊的警觉 再加上培拒的那番话推波助澜 刘文靖必死 因此 这一观点认为 刘文靖更大程度上 是太子秦王之争的政治牺牲品 也是李渊敲打秦王 维护太子地位的必要手段 但是 以上这个观点 会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首先从史料记载来看 李渊在公元619年前后 打压李世民一说很难成立 如果李渊真的忌惮李世民功高 会威胁太子的地位 那不可能在第一次浅水源大败后 第二次还派李世民领兵 在逃灭西秦政权后 李世民的职权不降反升 拜太尉 闪动到刑台上书令 截渡关东兵马 后又加梁州总管 把新纳入的河西 也一并交给了李世民 而因浅水源大败被免官的刘文靖 此时又被封为李世民的副手 领闪动到刑台佐仆叶 这可丝毫没有要限制秦王力量的意思 反而更像是在倚重李世民 令他出镇长春宫 为唐军东出做准备 其次是时机不对 刘文靖之死发生在公元619年6月上旬 此时太子和秦王间 并没有产生尖锐的矛盾 需要李渊及时出手干预 就算是要趁早打压秦王防范于未染 现在也不是个好的时间点 因为在公元619年5月至8月间 由于李渊籍的失误 使得刘武周迅速包围禁养 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此前眼红唐朝收降山洞的各方势力 纷纷群起而攻之 三个月里 唐朝需要面对梁师都 刘武周 窦剑德 王世冲 肖贤武方 北东南三面的军事压力 李渊实在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间点 无视强敌环刺 兵败搏灭的危险 而非要杀一位公骨之臣 去限制尚无证据的秦王威胁 况且 何惜李鬼杀某主梁硕 引起故人团体 离心离德的反面教材 犹在眼前 李渊不至于做出这种 主词不分的事 而回到刘文静之死的原因上 就只有一种可能 李渊认为 此时刘文静的威胁 要大于正在发声的 外敌进反 那便是 他真的相信 刘文静要反 和隋朝的开创者 杨坚非常相似 唐朝的开国之君 李渊 性格也非常多疑 可能是关隆集团的出身 让他们自幼 便对阴谋权术耳濡目染 因此 二人的政治敏感度极高 杨坚身边的老友 功臣 可以贪污 可以违法 但若涉及谋反 则无问真假 必死 到了李渊这里 也是如此 虽然在唐朝立国之初 李渊还曾展现出 自称姓名 与臣子同踏而坐的 亲和场面 但这些 正如大唐创业第一集中 所说的那样 都是李渊在初创时期 笼络人心的手段 一旦涉及威胁黄权的事 就连李渊的老伙计裴激 也难逃君王 冷血的一面 在刘文静死后的一段时间 林州刺史维云起 弹劾裴激谋反 李渊获之后 没有丝毫有欲 立刻派人严查 这和对付刘文静的流程 简直一模一样 在查无时据后 李渊才安抚裴激说 他这么做 是演给天下人看的 要让他们都清楚 你裴激绝不会造反 同样的事 放在裴激身上 尚且如此 更何况刘文静与李渊的关系 比不上裴激应 另一方面 刘文静的做事风格 可一点都不稳静 在晋阳起兵时 李渊派刘文静携带书信 去连接突厥 突厥史必可汗要求 李渊称帝 他才会发兵支援 但手拿内奸牌 一心向潜水发育的李渊 不愿过早跳反 因此对突厥的这项要求 迟迟未作回应 然而 起兵之事已经建在弦上 久则生变 很快 就连李渊囤住在 新国寺内的起兵队伍里都传出 公若不能从突厥 我亦不能从公 这样略带威胁的话语 而新国寺的部众 正规刘文静通侠 虽然有概率 这是士兵的自发行为 但突厥于李渊的谈判机密 也显有可能会被下层士兵所支 这相当于员工帮公司拉来投资 但老板不肯接受投资人开出的条件 结果 员工就用投资人的名义 反将老板一军 尽管刘文静的出发点 是为了帮助起兵 但需要注意的是 刘文静的身份是员工 都不算是股东 这样的行为 在皇帝专制时代 简直是戳透了皇帝的逆连 此后 裴继的官职一直在刘文静之上 使得刘文静心中见声不满 后面又因恢复官决时 刘文静从宰相之尊 降为民部尚书 导致他更加仇视裴继 但纵观史书记载 裴继并没有招惹过刘文静 刘文静的怨恨是单方面输出 而在李渊的视角里 让刘文静在裴继之下 罢免刘文静 和重新任命他为民部尚书这些事 都是自己定的 刘文静嘴上说的 实有绝望之心 不过是对着裴继 指丧骂怀罢了 加上刘文静被告发的罪名 施在家中行压胜之事 这在古人的认知里 是有真实魔法伤害的举动 李渊必不敢掉以轻心 结合遗伤种种 在李渊多疑的视角里 刘文静曾有过倒逼主公的举动 又因待遇问题对自己怀恨在心 最后在家中行压胜诅咒之事 而且在这一年 突厥频繁与梁师都刘武州合并南下 刘文静又曾与突厥往来密切 这也对应了史书里的那句 高祖素来疏远忌惮判刘文静 因此裴继所言的 仅天下未定外有强敌 若要设之必留大患的话语 并深深地烙在了李渊的心头 若刘文静联合突厥造反 皆是李英外合的速度 可要比刘武州攻入长安的速度快得多 于是在李渊的猜忌之下 刘文静自视功高又出言不逊 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而在这期间 李渊派江宝仪派李仲文派裴继去救援进养 却唯独没有派出李世民 也是因为此时 李世民需要防备东面王世冲的进攻 而无暇抽身 若以此来推测 是李渊故意打压李世民 恐怕并不合理 当然 以上对刘文静之死的分析 也是一种猜测 一家之言进攻诸军参考 而需要面对三面强敌的唐朝 此刻 晋阳的李渊吉 长安的李渊 都将希望寄托在了主动请英的陪激身上